哈囉大家好,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我是刺狐 遊戲主機市場這週的新聞還真的很多 任天堂方面突然發表了不到30秒的預告 畫面看起來或許是一款恐怖遊戲 XBOX則是突然調整了XGP的服務內容與價格 讓玩家們最近有不少話題可以討論 另外任天堂目前也正在舉辦夏日的特賣 有不少好玩的獨立遊戲都正在特價當中 這些內容我在上週都有整理影片分享給大家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去看一下 除了這些新聞之外,本週還有不少有趣的新聞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本週的電玩亂報 數位遊戲的一大缺點被超級放大 實體遊戲與數位遊戲的選擇一直以來都困擾著玩家 兩者之間的優缺點都很明顯 實體在優點上有收藏價值可以二手交易 不怕網路服務終止等等 而數位遊戲在優點上包含了不用換片 第一時間可以遊玩、減少攜帶的困擾等等 玩家都會依照自己的使用習慣來做出選擇嘛 不過有一派的玩家認為 數位遊戲有個致命的缺點 當遊戲公司未來停止下載服務的時候 主機壞了或是不小心刪除 遊戲就會直接消失 玩家實際上並沒有長久的擁有這款遊戲 不過隨著向下相容的發展 這個問題或許在未來會慢慢的有所改變 不過最近發生了一個事件 就又讓數位遊戲的一大缺點被放大放在玩家的面前喔 在前陣子的時候 XBOX的網路服務突然發生了大斷線 包含玩家的帳號沒有辦法登入遊戲存檔遺失 數位遊戲無法打開等等 雖然XBOX方面花了三個小時 就快速的把問題處理好了 但在這段時間當中 有玩家就在社群當中 對現在遊戲的發展趨勢提出了質疑 第一個就是數位遊戲 數位遊戲在開啟的時候 會利用網路進行正版檢查等等 一旦發生了例如這次的大斷線事件 系統無法進行檢查的結果 就是直接不讓你玩遊戲 這對於玩家來說反而是一大衝擊 你所謂的擁有權 實際上是建構在特定的條件之下的喔 而第二個質疑就是有些單機遊戲 明明可以全程單人遊玩喔 但不論是實體還是數位 都要求玩家要全程連線遊玩 理由上有各種理由 但不論理由是哪一個 同樣發生了這種狀況的時候 明明是單機遊戲 在網路出問題的狀況下 卻根本玩不了 這件事情在國外也引起了玩家的討論 不過實體版本實際上也並不是永遠擁有喔 任何情況的壞掉 也會讓你直接失去那款遊戲的擁有權 也因此到底哪一種方式最適合自己 或許還是要根據每個玩家的不同來評估 至於全程連線才能夠玩的單機遊戲 確實還有不少爭議空間 大家對於這件事情又有怎麼樣的想法呢? 幻獸帕魯又有新花樣了喔 前陣子遊戲開發公司的社長 在媒體的訪問中 才主動提到了自己對於創新的看法 當時就引起了不小的討論嘛 而最近幻獸帕魯的開發商Pocketspear宣布喔 他們跟日本的Sony Music Entertainment Anaplex兩間公司喔 一起成立合資公司Powered Entertainment 這間公司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要針對幻獸帕魯IP的發展努力喔 包含針對全球市場的拓展啊 以及幻獸帕魯相關的周邊商品 社長方面表示呢 他們這次的合作 是希望把幻獸帕魯打造成一個 源自於日本的全球IP喔 欸我們白話翻譯一下 就是他的目標喔 是把自己變成下一個寶可夢 目前呢也在相關的活動當中 販售幻獸帕魯相關的周邊商品當中 不過這件事情很有趣喔 首先第一點是這次的合作公司 目前幻獸帕魯推出的遊戲平台當中 並沒有包含PS5 並且他是以首發XGP的形式推出的 也就是說幻獸帕魯原本跟XBOX之間的關係比較親密 在年初的時候啊 XBOX方面甚至有消息指出 他們有考慮要收購Pocketspear 對於XBOX來說 成功的全球性IP是他們相當渴望的嘛 然而這次的合作 Pocketspear卻找上了索尼喔 雖然不是SIE 但當成立一間新公司專門管理IP 等於是變相的拒絕了XBOX的收購 這樣的三方合資啊 在過去有蠻多的案例喔 例如寶可夢就是其中之一 目前不清楚另外兩間公司在出資之後 希望在這裡獲得什麼 但由幻獸帕魯衍生出來的事件 有多了一件可以關注喔 或許也是為了這次的公司成立喔 前陣子Pocketspear的社長 在雜誌上公開了幻獸帕魯的製作草圖 他強調他們有借鑒 但真的沒有使用AI來匯圖喔 因為幻獸帕魯過去很大的爭議之一 就是利用AI來規避版權嘛 不過我自己比較好奇的是 把幻獸帕魯經營成IP之後 它未來的遊戲是否還會繼續大賣 這點相當令我好奇 大家對於這次的事件又是怎麼想的呢 一台20萬但超特別的遊戲主機 你會想要嗎 遊戲主機除了賣給玩家的版本之外 還會有專屬於公司內部的遊戲開發機 這些開發機的主要用途 就是讓遊戲公司用來開發遊戲 也因此對於單純的玩家來說 實際上用處還真的不大 不過對於愛好遊戲收藏的玩家來說 這種特殊的開發機 那還真的就是夢幻異品囉 不過這樣的主機其實在遊戲公司內部都有管制規範 能夠拿到的人是不能夠隨意販售的 如果真的販售了 遊戲公司通常會盡快處理 而最近在eBay上就出現了一台PS5的開發機 為了不要被索尼抓到 它把主機偽裝成一台烤披薩機 當然很快的就被廣大的網友給發現 並且分享了出來 目前商品看起來已經被下架 並且沒有賣出 應該說看起來販賣者也不是真的想要賣出 而是想要玩而已啦 不過在文章底下有看到網友表示 欸其實喔 這個開發機怎麼感覺比賣給玩家的PS5好看啊 老實說 我每次在清潔我的PS5的時候 也都覺得這代的造型 還真的沒有很好清潔耶 大家又是怎麼想的呢 的確看守者 預計將於今年秋天 在Switch PC PS上推出中文版 類銀河戰士惡魔城 又類薩爾達的遊戲玩法 官方給自己的遊戲定義還真的很特別 地圖上採用銀河戰士惡魔城的設計 冒險玩法上呢 確實是類似薩爾達傳說 順帶一提喔 角色的聲音聽起來 類動物聲有惠 預外看起來的戰鬥做得還不錯 這款值得關注 完蛋我被美女包圍了 預計將於今年夏天在全平台推出 Steam版本在去年就已經推出了 目前評價相當不錯 這種真人類型的遊戲 還真的很吃玩家的接受度 大家會對這款遊戲有興趣嗎 雷電諾法預計將於10月31號 在Switch PS上推出 經典的遊戲要推出系列續作 這次遊戲取消了原本的捲軸玩法 變成了可以360度轉向的玩法 看起來遊戲的難度也會因此大幅增加 不過這樣的變化呢 對於有大量遊戲的限大遊 有沒有辦法滿足玩家的胃口 這點也值得關注 《勇者鬥惡龍3》HD2D重製版 確定發售日期為11月14號 《三國字8 Remake》 確定發售日期為10月24號 Switch超越紅白機 正式成為任天堂壽命最長的遊戲主機 《斯普拉頓3》特別祭典 將於7月13號到7月15號舉辦 以上就是本週新聞的部分 為了感謝各位一直以來對亂報的支持 每週固定的亂報正在舉行連續的抽獎活動 每週我們都會抽出 NSO XGPU其中一個的月卡喔 抽出的項目會在每次的亂報當中輪流 本週的抽獎項目為NSO 各位只要有在下方留言 分享你對這次新聞的任何想法 並且訂閱這個頻道 就符合抽獎資格 中獎資訊會在下一週的亂報公告給大家 那上週XGPU中獎的觀眾 是畫面上這位 請於三天內 視訊我的FB專頁進行身份核對跟領獎喔 接下來看看上週新聞大調查的結果 多數的玩家認為 宣傳盜版也應該要被告 宣傳錯誤本身就是一種錯誤 投票的比例說明了現代的正版意識抬頭 那本週的新聞大調查是 大家覺得單機遊戲需要全程聯網這樣的行為合理嗎? 歡迎底下留言區按讚投票 那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發明通公布7月1號到7月7號 日本地區的遊戲銷售排行 第十名PS5平台 紙片Mario RPG賣出4962份 第五名Switch平台 Minecraft賣出5637份 第四名Switch平台 淘汰糧電鐵世界地球圍繞著希望轉動 賣出6155份 第三名Switch平台 Mario賽車8豪華版賣出8112份 第二名Switch平台 集合蠟動物森友會 賣出10965份 第一名Switch平台 Louis楊樓2HD 賣出33828份 以上就是7月1號到7月7號 日本地區的遊戲銷售排行 Louis楊樓2HD 穩定拿下了第一名的成績 其實以老遊戲內容沒有太多調整 主要是畫面調整的遊戲來說 任天堂的遊戲還真的意外的能賣喔 近期的新遊戲推出 感覺沒有太多能夠衝擊排行榜 就讓我們繼續期待後續的變化 本週XGPU最大的新聞就是價格調漲嘛 這部分在上週有一部影片跟大家做了分析 實際上由於台灣的XGPU 訂閱費用有降價過 目前價格還沒有回到當時的原價 另外可以用一次買9個月的方式 獲得每個月210台幣的訂閱 我自己還是覺得相當划算 所以漲價本身對我來說不是個大問題 接下來要首發推出的 還有例如7月19號要推出的 《國精神女神之道》 這款也是我這個月相當期待的遊戲之一 大家還是可以考慮用這個服務 來嘗試各種遊戲 以上就是本週新聞的內容 我近期在《赤虎羽毛》那個頻道 有聊到關於手機推出3A遊戲啊 任天堂告盜版啊 如何讓我老婆跟我一起玩遊戲等等的主題 喜歡聊天形式影片的觀眾可以去看一下 那這次的電玩論報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希望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我會祝福你玩遊戲都不會卡死關 那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赤虎祝各位遊戲愉快 謝謝大家